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DOM二集中的四个方法 有两个是IE的 像我们的这个AD,Event Listener,包括Remove Event Listener 和IE的Attach Event和Detach Event 那接着呢我们也编写了兼容我们多个浏览器的这样一个 Event YouTube这个对象 里面有像绑定时间的方法 包括移除时间的方法 那接着我们在之前也讲过 当我们触发这个DOM上某个事件的时候呢 是不是会产生这样一个隐瞒的对象呀 对吧,那这个隐瞒的对象中就包含着 所有与我们事件有关的信息 像我们事件的类型呀 对吧,包括这个事件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信息呢也有的比较有用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例子 简单一点 Input Button TestIn ID BTN1 我们可以找到它 BTN1 等于一个 BTN1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来给它添加一个事件 对吧 我们先不用我们之前写过的 直接来添加就可以 第二一个 I的Invent Listener 对吧 给它添加一个 Click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写呀 对吧 Click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用之前的 像我们这种脚本模型 直接写成一个 OnClick 这是我们之前写过的Function 传一个Invent对象 你可以叫Invent的也可以叫E 你可以Alert一下 Invent的第二个Type 那此时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呀 对 来看一下 得到我们的Click 类型 什么样的类型的事件呀 对 点击事件 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种效果 是不是可以使用 假设再来一个把它住掉 BTN1 第二一个I的Invent Listener 添加一个第一个是类型 Click事件 处理程序我们可以直接写Function 你也可以传一个E 叫Invent也可以 Pose Alert一下 E.Type 也可以 来看 也是我们的Click 是不是都可以 这个.type呢 Invent的.type 代表的就是我们事件的类型 始终会触发我们的这个 包含我们这个事件 触发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相关的信息 那接着呢 在这里面你也看过 我们还可以写过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Alert一下 List.typeList 那这个List 你看 当我们写这个List之后 得到的是不是我们的 对吧 其实这个List 在我们事件处理程序中 它等于的就是我们这个 Current Target 代表的什么呢 对 代表的就是 事件接近器触发该事件的元素 代表是点击的当前的这个元素 也就是触发这个事件的元素 它和我们对Current Target的值是一样的 不信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测试一下 对吧 你可以直接来写 直接来写 写上Alert一下 Invent Invent target target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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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来看一下 Object HTML Input Element 对吧 我们的Input元素 接着是Tru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在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 如果说直接将我们的 时间处理程序 指定了给我们的目标元素 那此时呢 你看到这个类似 包括我们的CurrentTarget 还有一个Target 它们三个的值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Target 它是代表返回 触发此事件的一个元素 也就是我们的事件的 一个目标节点 也就是哪个元素 触发的这个事件 你也可以Alert一下 一点的Target 包括Alert一下 List等于等于一点Target 它们两个也是相等的 再来看 前两个不变 接着看第三个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 Input的Element 对吧 那接着再看最后一个 对 是True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这个事件 处理程序 在我们这个 按钮的负节点中 那这些值就不同了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在这儿 给我们的Body 来添加一个 Unclick事件 那你再看这个值 就不一样了 第二Body 第二一个Unclick 我们直接来写 一样的 那这时候呢 你可Alert一下 我们传一个 叫Invent的也可以 你叫E也行 Invent 第二一个 Current Target 等于等于List 看一下是否将的 Invent 第二上一个 Target 等于等于 我们的Document 看一下是否是 我们当前的 这个元素 .getElement ById 我们的假如说 这个叫Btm1 对吧 那接着呢 你看一下这个List 是否等于 我们这个Document 我们的叫Body 等于等于我们的List 现在是它的复节点 看好了 True False True True 证明当前是 接着这个是一个False 不是我们Btm1 是谁呀 是我们的Body 那这个呢 也是True 当前点的是Body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在这 触发的是Btm1 来看 InputElement 再往下 True 接着是 ObjectHtmlElement 再往下看 True True 这块就是True了 这是我们下面的一个触发的 接着再往下 这个就是 是触 这样的效果 当前点击的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这个 按钮呀 对吧 而且它往上冒泡 是冒泡到我们的Body上面了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知道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如果说你要想一个函数 处理多个事件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Time 来进行一个判断 对吧 进行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的事件呢 类型很多 我们现在只是拿一个简单的click事件来给大家做的一个测试 那像我们的鼠标事件中还有好多的 像我们的 onclick呀 mouseover mouseout呀 对吧 这都是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怎么根据这个type 来判断不同的事件 我们再来一个 例子 test9 假如说我们来这样一个input button test id 等一个btne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来判断一下 vr一个btn1 等 dg btn1 定一个什么呀 我们定一个事件处理程序 vr一个handler 等一个function 传一个e吧 判断一下 通过switch e 调成的一个type taste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click事件 我们直接alert一下click的 break 那如果是悬浮事件 mouseover事件 alert 写成一个mouseover 或者说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 这个元素的背景 我们可以直接来设置一下 可以通过 invent 点的这个目标元素 点steal 点 back ground color 可以这个C要大字眼 等一个红色 也可以 break 拿下去之后 我们再把它还原 mouseout 这些事件的之后 我们都会拿例子 来给大家来做 target 点steal 点 back ground color 去掉就可以 break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把它通过脚本模型的形式 付给我们的这个 btne 点click 或者通过 add event listener的形式 都可以啊 onclick 等一个 andler 这样的效果 包括我们的母屋 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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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也是等于我们的handler 包括我们的mouseout out 也等于我们的handler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来看 是不是哪包错了啊 click 的 鼠标悬浮 它没有 出发 啊 少了一个 这个写 这是没有写 on 对 on mouse over on mouse out 好 你看 鼠标放上去 变红 拿开 是不是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对 这样的形式 啊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学习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如果说我们想 什么呀 想阻止 事件的默认行为 特定事件的一个默认行为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 prevent default来实现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我们在这再来一个链接 就在这一个页面中来做 啊 来一个br 来一个超链接 跳转到 默认是不是跳转啊 假如说跳转到我的个人博库 family.org 对吧 那查看啊 我的个人 博库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一点它 是不是默认来进行一个跳转啊 对吧 假如说我们叫ID my.blog 那这个链接我们可以来 一点它 跳转到我的个人博客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那接着我们再回来 现在我想点一个链接 不让它跳转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我们来写一个 var my.blog 等于 document dg my.blog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给它来添加一个实验 my.blog 点 click 取消它就可以了 对吧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 穿一个e e.prevent default 取消 它的默认行为 你看 现在还跳了吗 对 不跳了 不跳了 这一点需要知道 而且需要注意啊 只有我们的cancel cancel able 属性设置为 true的时间 才可以使用我们这种prevent default 来取消默认的行为 这一点也需要知道 也需要知道 来看一下这里边有这个属性啊 在这儿 cancel able 返回布尔之 指示事件是否可拥有 取消的默认动作 你可以弹出一下 alert一下 e.cancel able 你看 对 为tru的话 才可以有这个 prevent default 才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来取消默认行为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上网下 这里边还有一个属性啊 还有一个invent的pass 它是返回事件传播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阶段 那来看一下 一共它有几个值 一共有三个值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例子啊 test invent phase 第十个 还是来一个按钮 input button test id btn 好 来这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 我们来找到一下这个按钮 script vrbtn 找到它 接着我们通过给它来添加一个.rclick function 此时呢我们来弹出一下当我们单击它的时候 alert一下一点成这个invent phase phase 此时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对 2 啊 用这个invent pass呢可以检测事件 当前正处于 我们事件流的哪个阶段 那如果说在补获阶段调用的事件处理程序呢 那invent pass等于1 如果说在这个事件处理 这个事件处理程序呢 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时间目标对象上的话 这个值是2 对吧 如果说这个事件 冒泡阶段调用的我们的这个事件处理程序 那此时这个值是3 那不信的话我们再给这个body 包括我们的这个啊 body来添加一个 来看一下 给它添加一个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个add event listener的形式 .body add event listener 添加一个click实键 function 那此时如果要给它的是一个true的话 代表的是不是补获阶段呀 对吧 alert一下invent.invent.e.invent.e.invent.e.ent.phase 那此时它的值应该是 你来看一下 如果在补获阶段 它的值是1 在补获阶段 它的值是1 专心 第10个document.body add event listener 对吧 click实键 functione 好 来看一下这一块啊 document.body add event listener click click functione 捕获阶段 捕获阶段 对 对 弹出的值是1 你看 接着再是2 在捕获阶段 得到的是不是这个1啊 对吧 那还有一个 再来 我们再给这个body document.body 再添加这样一个事件 再添加这样一个事件 alert一下 1 点成这个inventer pass 那现在看一下 那现在看一下应该是 在什么阶段呢 在冒泡阶段的时候 应该是3 1 2 document.body body body 再弹出是3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一块这几个值需要注意 我给大家写到这啊 inventer pass 属性 它可以检测我们这个事件 处于第几个阶段 捕获阶段 就是如果是在 是在捕获阶段调用的事件处理程序 那此时程序 此时inventer pass的值是2 等于1 那如果说 如果 事件处理程序 处于目标对象上 处于目标对象上 那inventer pass的值等于2 那第三个 如果事件 冒泡阶段 调用 我们的这个 事件处理程序 inventer pass 等于3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这个inventer pass 对吧 好 那当我们单击按钮的时候 我们首先执行的是 事件处理程序 是不是应该在捕获阶段 添加到我们的 document的上带 对吧 所以说 先弹出的应该是我们的1 接着呢 是我们的2 接着再是我们的3 那当我们单击 body上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 弹出的是多少 对 2 接着再往下 2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这个inventer pass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这个inventer对象 在我们的其他浏览器上 那如果在我们的 Ie浏览器中 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 inventer对象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 Ie的例子 再来一个例子 Ie的invent 第11个 那Ie中的inventer对象呢 它和我们Dom中的inventer对象 不太一样 我们想访问Ie中的 这个inventer对象呢 我们可以通过 几种不同的方式啊 但是也取决于 我们这个指定 事件程序的一个方法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 Dom0级方法中 来添加我们的 事件处理程序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inventer对象 我们是不是也见过呀 是通过谁呀 通过我们windle对象的 一个属性 来存在的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写 input button test id等一个btn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还是一样的 找到它 btn 第二生一个 click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windle 点 invent 在这里边 Ie中 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啊 需要注意 有这样一个 src的element 那接着看到 src element的 这个属性呢 就等于我们当前的 这个list 等于我们当前的这个list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是呢 现在我们这里边 没有这个IE浏览器啊 我没有装虚拟机 那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 自己来测试一下 这个list是没问题的 你看现在这块也是true 也是true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你通过它的形式来看 btn 第二 attach invent attach invent 在这里边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 那接着你看 在attach invent的时候 我们拿IE来看 它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就要传一个invent的对象 alert一下 invent 第二 src invent element 等于等于这个list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src element 在这里边也有 这里边我看给大家写这个属性了 好像没给大家写啊 这个IE中的这一个 这个需要知道一下啊 就可以来源的元素啊 原元素 好 这一块呢 你拿这个IE浏览器来试验一下 因为我这里边没有 在这块呢 会报错啊 告诉你attach invent 没有这个方法 你看 attach invent 没有这个方法 没问题 同样的 我们在IE浏览器下 我们要想实现和我们这个 其他浏览器 阻止默认行为的 我们是不是写过一个超链接呀 对吧 那这时候你也不能 你也需要另外的来写 这也是其实我们的兼容性这一块的问题 你看在下面给大家写了 事件绑定 对吧 这两个兼容性写过了 事件移除也写过了 或许事件对象 在我们IE中需要通过window.event.src element 对吧 那阻止冒泡呢 我们可以通过cancel bubble 阻止默认行为呢 我们通过event.return value return value 这个呢 也是需要大家来试验一下 这是兼容性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把这块也给大家写了 写了之后 大家自己拿IE浏览器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还是这样一个超链接 还是这样一个超链接 ahttp跳转到我们的mys mysedu.com mys官网 好一点他应该跳转 那如果说你想组id等一个mys 想取消他的默认行为 同样的在IE中 和在其他浏览器中还不一样 VI一个link等于document .getelement via link.dg 叫mys 找到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通过link.r click 取消他的默认行为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window.invent 第二上这个return value 等于一个false 代表取消默认行为 它和你其他浏览器中写的这个prevent default是一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接着想取消这个mob号呢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属性 通过一个属性 那这一块呢 也是喜欢给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就可以 假如说我们还是再来个div div 信号box1 下面再来个input button test1 id等于一个btn1 好 这叫btn 这叫btn1 也可以 没问题 那接着找到这两个 一个box1 等于dg box1 再找到一个btn 1等于dg btn1 好 那现在给他们分别来添加一个事件 box1 点 click 等于一个function alert 就成一个box1 click 再给这个button也来添加 alert button click 好 接着再往下呢 我们想给body呢 包括这个html 想加的话也可以 我们再加一个body就可以了 document 叫body 叫啊 click 写上一个body click 好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想取消冒泡 通过window.event concel able concelbubble 等于一个true 就取消冒泡了 取消冒泡了 注意我们IE这个浏览器是不支持事件捕获的 对吧 所以说只能取消我们的冒泡 啊 事件冒泡 取消 事件冒泡 下来之后呢 大家的电脑上应该啊 在这边如果装个虚拟机的话 也可以跑我们的IE 我这里边还没装啊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 代码呢 不会有什么问题 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这一块需要知道 这也是我们做前端的人员 必须要掌握的 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啊 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种 那现在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啊 兼容性的问题 我们只要想遇到这一块 想解决这个兼容性 是不是都要写这一块啊 对吧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扩展到 我们之前写过的一个event utile中 来把它一起写一下 把这个啊 像阻止默认行为啊 对吧 包括取消冒泡啊 包括得到这个事件对象啊 这几个兼容性 我们都加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它都加到 我们这个event utile中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那现在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接着来写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来写上一下 找到我们这个event utile中 可以把谁呢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这几个刚才讲到这个兼容性这块 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把它写一下呀 放到我们这里边来 好 那在这呢 我们下期课再带大家来写吧 大家先把这一块先念一下 要不这一节课讲的内容也太多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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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